大家好,我是菲立資本管理部投資經理林文芳 今天會和大家跟進4月份介紹的中港核美亞111 2015年中期業績中,2015年初6個月集團的收入有5.9300萬美金 對比上年同期5.7100萬美金增長3.8% 而在經營日利方面,今年的上半年有8600萬美金 對比上年同期6800萬美金增長25.5% 而在股東應佔日利方面,下跌0.1%為5200萬美金 而集團的業務主要分佈在中國和韓國的電力市場 以2015年6月30日的總裝機容量3659兆額 中國分別佔了44.2% 而韓國佔了55.8% 而以新能源去計算的話,佔了51% 新能源的意思代表燃氣和水力發電 在中國的增長放緩和韓國的電力市場競爭激烈下 中港俠美亞其實仍然有一個獨特的優勢 看回它上市的時候,其實它已經公佈了 就是可以在未來至2018年的時間 就和裝港俠集團母公司收購一些優質的資產 主要就是3至5級額的發電廠 而這些發電廠是需要有穩定的回報 而看回9月1日,集團也完成了一批的收購 以40億人民幣就收購了19個項目 包括是13間的風力發電和6間的太陽能發電 總裝機容量是會有1400兆額 而集團的管理層也都相信這個收購 將會加大市場的佔有率 大家就可以在現水平2元以下 其實就是增持或者是分段買入 那以目標價來看,我個人會先看2.88元 那其實長遠就會看它可以去到4元至4.2元 大家可以在現水平2元以下 來買入或者是增持 那中線的目標價就是2.88元 而長線的目標價就可以看4元至4.2元 那當然,公司的行業風險我們都要留意 那除了行業風險之外 其實匯率風險也都要注意的 因為集團本身是以美元來做結算單位 那而公司本身就是收人民幣和行環 那所以這兩個匯率對公司有什麼影響 我們都需要留意的 多謝 以上純屬個人意見 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 本人林文芳為證監會持牌人 截至本評論發表日子 本人與聯繫者並沒有持有全部提及之證券的 所有相關財務權益